我们的动机是 现代人平均年龄增加 许多人都因为慢性病而死亡 其中又以癌症居多 这让我们去思考有什么天然的食物可以抗肿瘤细胞 经过文献检索后 发现许多资料都显示出 迅菇类有抗肿瘤细胞的功效 其中又以桑黄最为杰出 但野生桑黄的分布少 产量少 且因技术瓶颈都未能产业化量产 因此本研究的动机 是探讨利用培养敏改变基质培育桑黄 希望可以找到快速大量成本低的方法 量产桑黄 并提高桑黄内抗肿瘤物质的生物活性 灾药 研究主要探讨以不同基质敏培桑黄 检测其生物活性 包括多糖体、多酚、三贴类含量及抗氧化能力 探讨抗癌效果等等 实验中采用米、发芽黑豆、发芽黄豆、小麦燕麦、马铃薯 六种作为培育桑黄基质进行比较 为什么选择桑黄作为研究呢? 据日本文献报道 桑黄为所有药用孤训中抗癌能力最好 甚至比大家印象中抗癌药用孤训牛樟枝还要好 但是牛樟枝的价格昂贵 一两高达一万两千元 一般老百姓难以负担得起 癌症病患也为了承担医疗费用 没有额外的金钱再去使用牛樟枝以增强免疫力 而野生的桑黄生长时间长 也容易受重金属等不明物质的污染 所以我们想以抿培方式使生长品质均一化 及缩短桑黄的生长时间 桑黄的基质培养过程 将各种培养基消毒过后 并在无菌下将桑黄菌种植入 将植入桑黄的培养敏放入脚链袋中 使桑黄在无菌的状态中生长 并将抿培桑黄放于26度C恒温培养箱恒温培养 并记录桑黄生长7天时的生长状况 为4.5公分 14天时为9公分 再来再将桑黄置于50度C的热风干燥器烘干3天 文献研究报告指出 多糖体含量越高 提升免疫能力的效果越佳 训固类的菌丝体中含有大量的多糖体 虽然人体无法吸收 但欲强酸时会分解成低分子量的多糖体 可以活化免疫细胞 提高对肿瘤细胞的抗性 所以我们利用本分硫酸法测量6种培养基 三黄之种多糖体含量 结果显示以米为基质的含量为最高 多酸是一种存在于植物及增菌中的物质 被认为具有延缓老化的功效 因此多酸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能在人体内清除自由基 并以免致癌 因此我们对三黄做了萃取多酸的实验 结果显示以马铃薯为基质所培养的 三黄其多酸含量最高 三贴类物质是活化免疫细胞中 聚氏细胞和NK细胞的主要成分 但在液体发酵的训练中含量都不高 但在实验中发现 以叶脉作为基质的三贴类含量最多 但只有0.87% 虽然敏胚是属于固态发酵的方式 但其含量仍然偏低 我们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培养三黄的时间只有14天的关系 DPPH是由自由基所组成的深色粉末 它最常被用来测量抗氧化力的研究 它会抢夺细胞上的电子并使其畸形致癌 我们进行清除DPPH的实验 其中因为维他命C是一种已知的强抗氧化剂 所以我们配置了两种浓度和样品进行比对 实验结果中除了黄豆会呈现浑浊以外 其他样品均有良好的清除能力 其中以叶脉的效果最好 结论 敏胚三黄是可行的 而由DPPH的实验结果显示 抗氧化能力都非常的高 去除自由基能力越高抗氧的效果越好 而多使用这些抗氧化能力的物质 更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以及达到抗癌的效果 找出可以大量培育三黄的环境 并加以产业化 进一步开发为保健食品 例如将三黄做成三黄喷剂 让使用者可以随身吸带 随时喷一下 借由舌下吸收吸收三黄的养分 且三黄可以让癌症病人进行化疗后的抗癌剂 得负作用减缓 使病人能维持好的生活品质 故以三黄的快速免赔 使我们都能时常从三黄中摄取 多酚多糖及抗氧化能力 以提高免疫力 对于未来的医学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